哈喽大家好 有时在家不知道要吃什么 我们就来做一个辣椒油来拌一拌饭 跟你讲超级好吃 首先准备10克的蒜米切成末 好了过后呢 放入小碗中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红辣椒10克切成末 相同的放入刚才放蒜米的碗中 青辣椒如果谁不喜欢 青辣椒不放也可以的 可是我超级喜欢 所以说我切成末 放入相同的碗中 还有这个姜3克 将它切成小小片 过后呢将它切成末 也相同的放在一起 好现在就放入一旁备用 其他材料呢就有这一些啦 这个就是西川椒大概一汤匙 重要哦一定要有 香菜跟跟一起 一条 好 葱 葱3克 这个就是肉挂 一条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就是八角 三多四粒 然后这个就是贝粒 两片就可以了 姜片和我们的这个红葱头 大概三克左右 好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油呢用中火热一热它 油热后呢就将这些材料 通通通炸一炸 炸到爆香为止就可以了 记得要用中火哦 好炸到它颜色变 这样就可以捞上来了 这一个啊 扎呢就可以丢掉咯 我们只是要它的味道 好现在开着中小火 煎一煎我们刚才准备好的 这些材料下去 啊 炒一炒它 炒大概 三到四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炒好后呢 就给它冷一冷 然后找一个罐 放进罐里面 记得不要放冰锅哦 放外面就可以了 可以啊 用可以吃呢 就大概 啊一两天左右了 现在放入生抽 好刚才是鸡筋块 这个是蚝油 盐 还有糖 雕性花雕酒 炒一炒它 炒到均匀 炒到所有的材料 融化掉就可以了 这一道食谱呢 是拿来拌饭吃的 跟你讲 有时想不到要吃什么啊 它拌饭吃 跟这个辣椒油 一级棒哦 记得不要放冰锅哦 大家试试看哟 好 好